上海全市的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从1月30号开始就已经全部转入正常的运营秩序 那么这在246家社区中心中有34家设有发任门诊 其中有24家是24小时营业的 我想从上海的工作就是折射出了我们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一个缩影 那么这个疫情的正常防控工作开始以来 我们国家400万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层义务人员 应该说是做到了全出动其上阵 在我们这个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非常重要而独特的积极作用 在这里我要为我们的基层义务人员点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吉爾忍 制作人暗 斯坚